關於恐怖時機案的跨地 中國其實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國家 OK I cannot take this I can take this money? Oh I don't think so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八九 隨著俄羅斯遭受到恐攻之後 留在俄國的小粉紅們 都紛紛買高價機票逃回中國 而肉身還在中國的小粉紅 卻各個義憤填膺的說 要支持俄羅斯打敗西方邪惡勢力 對吧 他紛紛把矛頭指向這是美國害的 當初美國提醒莫斯科可能有恐攻 普丁說是造謠 結果被IIS攻擊了 俄羅斯卻說不是IIS幹的 肯定是烏克蘭主謀 烏克蘭說是你自己俄羅斯在自導自演吧 不要亂甩鍋 隨後俄羅斯又抓到了一些兇手 那些兇手他們就說是 吉克斯坦的人 他們一幫人做完之後逃往烏克蘭 所以就是烏克蘭 那吉克斯坦他們也跳出來說 他們不是吉克斯坦人 但是在這過程中 IIS不斷放出這個證據跟證明 證明是我幹的 因為你們也知道在這種極端的IIS的概念裡面 我最怕人家不知道是我幹的 而且是我幹的你還不承認是我幹的 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最大的傷痛 那儘管如此 俄羅斯至今還是堅持是烏克蘭主謀 而中國的粉紅卻說 這是美國幹的 這是什麼羅森本呢 八竿子打不著的你 還跟你八國指責是不同不打 而中國知名愛國大逼金燦榮 他跳出來說 應該不是美國幹的 結果下面被一堆革命小將 批鬥 紛紛指出 你以前痛罵過 誰要是把自己家的孩子送去美國 就是在害他 結果呢 你自己兒子跟兒媳婦都是留美博士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小粉紅嗆金燦榮嗆什麼 美國大使館早就說出來的計劃 他們要幹什麼事 自己都會先說出來 喔 所以美國 最近也在說2027年 盛上可能會打台灣 所以就是 美國可以控制政上 美國可以控制中國的解放軍 哇 太棒了 那也是他們出謀劃策的吧 不同意金正偉這次的意見 這就是美國策劃 美國今天讓I攻擊俄羅斯 明天就能讓東途攻擊我國 時刻準備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這件事給我們提了個喜 我們需要全民反間諜 金正龍教授 你有什麼證據 來證實莫斯科恐攻不是美國策劃的 你是腦袋壞掉了嗎 你枉 枉費你吃了十幾年的黃糧 可你的能耐都不如這些草根分析家 我只能說啊 哪次不是美國害的 海參威怎麼會不見 肯定是美國害的 對吧 日本為什麼會戰敗 肯定也是美國害的 日本為什麼會從中國撤軍 絕對是美國害的 你家聖上開兩會 全體官員穿西裝 不穿漢服 這就是美帝國主義思想侵蝕害的 那彭麗媛沒有遵守傳統文化 裹小腳 這也是西方價值觀害的 我今天買的美式咖啡打翻了 就是美國害的 如果我今天是買中式咖啡 那肯定就不會打翻了 對吧 越喝越覺得自好了我的精神內好 越喝越覺得自己充滿了向上洋溢的氛圍 這次不易 這個老頭啊 這兩年來 明顯老了不少 普金大帝啊 你要好好修身養喜啊 實在是 皇帝不及 即死太監 當年大清入主中原啊 只有滿洲血統的人 或是家臣啊 才可以自稱是奴才 如果你是漢臣 漢人身份 你是沒有跟皇上跟皇室的人說 你是奴才 畢竟奴才還是這個家 只是他是底臣 但你是漢臣 外臣始終是這個家 外面的外人 這個狀況一直持續到太平天國末期 漢人的地位才逐漸回升 那這個以後有機會 副頻道開歷史節目的時候 再說這裡不贅述 所以你就像這個 你明明就是一個外人 你還要自以為自己是奴才 你姓造啊 你不配啊 而現在有些中國網紅 紛紛製作影片說什麼呢 你在莫斯科 只要秀出中國國旗 就可以保平安了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條影片 莫斯科恐懼蔓延至街頭 當地人不敢坐地鐵 有人炒賣防防彈衣 也有人呼籲當地人 出門背上一面五星紅旗 這不得不讓人感嘆我們祖國的強大 因為這不僅僅是一面國旗 當遇到危險的時候 五星紅旗仿佛化作了一道堅實的屏障 給予所有與中國友好國家的人民 信心與力量 幾次了 烏克蘭 以色列 這個 索羅門群島暴動事件 最近你們在那個中東海域那邊 你們中國的貨船 被炸毀 而這還是美國講的 你們中國媒體 好像沒有登上熱搜 人家沒有修中國國旗 有啊 怎麼炸 所以建議每個中國人出國 應該都要帶著五星紅旗 遇到任何的 槍S啊 槍捷啊 隨機的這個啊 你就秀出來 跟戰狼電影一樣 人家看到坦克車炮都會跳投啊 實在暖心 好沒關係雖然你在俄羅斯不敢這樣 公開的秀出來 你來台灣秀好了 台灣給你秀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今天我要挑戰一個 非常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大家跟著我來 Let's go 我要想辦法呢 在彎彎的 前面 另上我們的五星體 就可以 試想看 所以我希望有一天很快我們可以回歸中國的懷抱 好不好 回歸我們的中國 大家先別急著罵他 他是我們派過去賺小粉紅錢的台獨份子 他裡面派到了中華民國國旗之外 也說到了台灣總統府 還有一個民主台灣對不對 妥妥的台獨份子 讓小粉紅醒醒 雖然啊 我嘴裡講的是一回事 但是我後面的背景是另外一回事 而最近一堆啊 小粉紅留學生在英國法國 紛紛拍片說什麼 你看英國法國的地鐵都沒有安檢 還是中國安全 又老又窮又破 結果被中國網友痛嗆 你怎麼還在那邊讀書呢 對吧你趕快回來上本科啊 去那邊讀什麼大學那邊亂死了 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 不是中國 是北韓 你們中國 什麼時候要向北韓看齊 超越北韓 像我去過德國 奧地利捷克之類的國家 越往北 越危險啊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他們 捷運甚至連這個 驗票的門閘都沒有 你自己自由新鎮購票 甚至沒有人來幫你驗票耶 太不像話了 要是這個放在中國 你看得有多少人逃票 而之前不是一堆粉紅跑去海外 對非中文系的國家 說中文拍片嗎 結果現在他們升級成 拿人民幣去國買東西 這搞笑耶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美國能不能用人民幣買東西 我也沒有事 我就拿了一瓶喜宴 多少錢 這錢是5元 但是這錢是很重的 要放在袋子 對 沒有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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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9元 我不能拿這個 我必須用美金錢 所以我只能拿到這裡 所以我不知道 如果這件事 這個錢比較好 這錢不成功 在這裡 這是什麼 我拿到美國金錢 你知道什麼 中國嗎 是嗎 中國嗎 中國 有沒英文 你怎麼知道是中國 就從這個畫面 你必須要交換 美金錢 謝謝 你多了 好 不是 你认为是金钱吗 我不认为 你得随着迷它 为什么你能达随着 我认为在乎 任何货 谢谢 我回到美术支付 你们有 KOREA SOJU吗 我们有 RINGLARE SOJU 然后我们会有 PEYGUEGURT 和APPLE SOJU 可以说这些? 这就行了 多少钱 这呢 这本会是$6.95 好 仅仅能致钢 你不认为这能够合作吗 你不认为这能够合作吗 不,我会需要美国钱,但这什么钱是吗 这就是中国元,它价格15$ 我不能够取这个,只能够取美国钱 好,我只是想试试这能够合作 对不起,我还有美国钱 好,好,好,3$,和一个铃铛 谢谢你,你需要你的收拾吗 是的,非常好 上一家也没有用处,这是第四家711便利店 我得了2kx,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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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x 你能接受这个钱吗 没有,你懂这个钱吗 小哥不止说错了,只有要经理 有钱,那没问题,我还有一个$ 我最后再去华银超市,看看好不好 如果华银超市用不了,那我就去美国的银行里面看看 能不能换成美国 好熟悉的几个中文字,关银光临 我买了一瓶旺仔牛奶和一个面包 你好 你好,多少钱? 几个盒子 几个盒子 这有没有 没有,这是真实的钱吗 是的,但我可以拿这个 他准备去找其他员,来处理我这个老六 这是中国的银行店吗 是的,但我可以拿这个银行店 所以你们接受微车和安排 但你们不能拿中国的钱 对,没关系,我还有美国的银行店 我还有这个钱,可以交给美国的银行吗 这是日本银行店 这是中国银行店 我只需要查看我的系统 我们可以交给它 好,可以试试吗 可以试试吗 我们可以交给客户 我们都知道全世界 现在大家最信任的货币是什么 是美金 对吧 而且美金相比世界上任何的货币来说 它是流通率最高的 当然绝对是比台币跟人民币还高的 你们粉红也不要说 台湾也没有美国厉害 对 所以我们没有像你们这样出来丢人现眼 而且大家没有发现 里面的店员态度都非常的好啊 嘻嘻哈哈的 要是尽量换成外国人在中国这样子 尤其是日本人 我看你们早就嗆爆了 还拍片痛骂 影片之后 带大家看一个最搞笑的内卷 现在不是越来越多人走线到美国吗 纽约法拉盛市中心中餐馆洗盘只请 40岁以下青年 洗碗家打闸 一个月4500到6500人民币 包一顿工作餐 不包住 工资月节支付宝或微信 你人都到美国了 你用支付宝还用微信 4500到6500人民币 在美国 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薪水 我的天哪 6000 你不要说美国啦 6500换成台币 也比那个我们最低的月薪高一点点而已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中国人不坑中国人 唉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想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爸小小姐拜 拜拜 拜拜 拜拜